岁末之际,花蓮佳福发起了募捐1785份暖心套餐 希望能够在农历年前发放给县内的寿福家庭 让他们在家家户户庆团圆的时候也能够文行过好年 而活动获得2021第五届台湾盲人环台公益路跑支持 在第13天,市长跑者以及陪跑员跑进花蓮佳福 包含了花蓮县市长以及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等单位的响应 1785份年菜也圆满达标 寒冬岁末之际,花蓮佳福发起募集1785份暖心套餐 希望能在农历年前发放给县内寿福住家庭 让他们在家家户户庆团圆之时也能温馨过好年 活动获得2021第五届台湾盲人环台公益路跑支持 在第13天,市长跑者及陪跑员传爱跑到花蓮佳福 以前都没有办法达标 从跟他们结合以后第二年就达标 去年已经达成 也谢谢各位委员 在各需要的地方都出来跟我们协助我们的同工 更加的来加强我们团结的力量 能够给受住户能够有更好的日子过 也谢谢各位的全部的参与 希望我们的议员能够看到这一点 不要每一年我们的年菜越来越增加 好像政府就要多持一点力 能够穷困的人越来越少才对 尽管天后不佳路面颠簸 四位市长马拉松跑者 吴春成、吴正安、古奇哲、张伯峰 在陪跑员协助下热情不减 我不知道换人那么有钱满地都是钻石 还有很多的珊瑚礁 真的我两只脚把我镶了很多的钻石 我感觉跪跪不跪你知道吗 因为我脚底的痛 但是我的脚被刻了一个字叫爱 脚底越痛 所以心里面一直爱 对这片土地的爱跟痛 因为为什么 这片土地给我们很多的疼痛 因为他的疼痛就是变成最大的爱 因为一包一包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再过几天到台北 我们的目标都终止 没有 我们只要 台湾有需要我们帮助伸出的手 但是将来花莲 我们要帮助他可能他是第一阶结束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花莲也都过得很好 对不对 对 我们将来还有 更多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 以环台路跑方式 协助全台六个弱势团体 募集爱新年菜 花莲地区选定花莲家福 也是第三度的支持 协办单位国际福轮3490地区 11个福轮社 也一同共相胜举 我们今天福轮社 以及花莲12分区11个社 我相信每个社友都秉持着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那在身有一地之下 都非常愿意来付出 来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 来自台北的松山福轮社 除了响应暖心套餐 更捐赠一台公务机车 供花莲家福使用 包含花莲县市长 以及花莲县妇女成长 关怀协会等单位 同样响应募集 一起帮我 1785份年菜也圆满达标 主委萧雄章 感谢各界温暖爱心串联 让华莲县内受辅家庭可以温暖过好年 接着长方言华莲市报导 长方言华莲市报导